雖然近一兩年零售吹起淡風 生活精品店CAPA的法國籍老闆Arnold Castell 最近他是大事擴充 包括在灣仔日街追多了一個雕空多年的兩層鋪位 我們剛開了這新店鋪在Sun Street Sun Street No.8 這是第一次我們有更多空間 去展示所有的產品 主意是帶來兩位的店鋪 混合他們 這就是第一步 我們也會開設新的航空船 在康洞 在Victoria Dockside Key Level Museum 在早上早上 為何Arnold仍然對實體店這麼有信心 我認為是很困難 自行店鋪運動 和自行店鋪運動 但現在我真的相信 我們繼續努力和做好 都會建立一個非常有趣的空間 一個美麗的空間 和很多新的品牌 很多資訊 有很多發展 做普遍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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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會下降 走卡扑 你未必會猜到 Arnold最初其實是做投行的 我已經在香港 23年 超過半個生命 這是我第一次工作 我從22年來來 我加入了一個公司 在外面 在外面 做軍事 選中香港 原來還有一個很浪漫的原因 一天前 我工作人員 在外面 我當時 在外面 拍攝 拍攝 在外面 拍攝 我剛進去 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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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員 在外面 他們問我 去哪裏 我非常感激 在外面 拍攝 拍攝 顏色 城市 甚至我從來沒有 去亞洲 我告訴他們 好 香港是個地方 我希望在外面 從96年 做銀行 到十年後 在天后開第一間 卡扑 轉做零售 背後又有什麼故事呢? 我認識 這不是我希望在外面 不夠興趣 所以 我開始工作 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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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化 和製造 然後 在外面 從事業 我一直在外面 中的外面 我一直在外面 在外面 就像我所說的 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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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說 開銀行 開銀行 我是香港人的產品 其實Arnold對香港又有沒有歸屬感呢 哈哈哈哈